今天天凉了他不愿意喝 没有煎完 我家还没抹药 你家吃的还行 就算十二是吧 八十八块 没有煎完啊 真是我就说实话哪有煎东西 说这玩意一块一块就便宜东西了 现在好稀糊了 再好看点 我现在就啥便宜吃啥 我跟你说呀 因为我买鱼那家憋的 昨天就跟我家拿两根光光 我说他喝一点光光汤 鸡蛋快冲破七块了 六块八 六块五的鱼好便宜 鸡蛋还多钱 十五块 十块零八毛 过熟了吗 都是酒吧 以前我公公号一样整整网了 好喝吗 好喝 这是好喝 这一瓶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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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瓶二十块钱 这是酒啊 小黄瓜便宜呗 带摊的 这一种 多少钱一斤呢 还便宜啊 好多真多人呢 便宜两开五 这么多人 要正要给我来了 这菜花 五块钱一斤的菜花 掰好的 那钱买的还挺不错 买肉的人 看一眼 这肉多钱一斤 不知道 六块钱一斤 六块钱一斤 这块这二十个梅花肉 重拿十九 纯姜香 十点一 好 累了十五 自己包进了 不好意思 二十一斤姜香 今天我们哈尔滨 喝冷了 看能是受什么影响吧 什么台风影响吧 动手了 今天 小事人还吧 还行吧 看去 但是都搜搜的 挑便宜菜买 我刚才从头留到尾 看了一下 呃 今天的 今天的花花好便宜了呢 三块 三块我一斤 我真的买两块收花了 水果还是那些 那样的挺贵的价钱 就是 环果便宜了 鸡蛋呢 还是 六块八 鸡蛋六块八 马上就 冲克这个 几菜钱了啊 嗯 笨的 几菜多了 一旦现在的价钱 算是我们这个 近年来啊 就是比较高的了 价钱 然后肉也不便宜啊 也都20多 那牛肉呢 更吃不起 能够好几十块钱 刚刚入秋的那几天 这会儿呢 感觉我们的豆角的从 一下子涨到7块 8块 9块 10块 呃 那几天开始 就感觉 所有的物价呢 都有所上涨 就是 工帐啊 不是在路上 它真的已经买了 去年的时候 大白菜 从鸡毛田长到一块五 我们轰轰了一阵子 哎呀大白菜都一块五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呢 一块五的大白菜算是便宜的菜了 就是每个月开个 呃三千四千五千块 那老百姓来说呢 你这个确实是 又加进了我们生活的成本 因为你看开个四千五千的 那个有的开三千来块钱的 避掉这个好多就是还房贷的 现在我们呢 这个中国的家庭 有多少是全款买房子的 都在负债啊 还房贷 车贷 孩子的教育费用 然后人情来往 你笨子啥的 那剩下所剩无几的 你你把这钱分成几大块 有的还得交涉吧 剩下这些所剩无几的这些 来购买生活用品 是不得精打继算了呀 所以男的 都说现在这个经济不好 买卖不好干 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手里钱少 东西也对 买东西都是精打继算的 现在呀 你付雷锦票带 不这个精打继算的过日子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个确实是挺不容易 不够 你说那大袍子 去年冬天买水果 我就已经感觉很贵了 说不起啊 都十多块钱一斤 但是今年现在 你看未能到冬天 那是常态了 第八块八九块 你这一般都给孩子老人吃 自己一家人买的块 啪啪造十多块钱一斤的水果 那你谁讲 啥家庭呢 是吧 因为经济不好嘛 大家都没有钱 就不是说这老百姓不满 就不想消费嘛 就没有钱 大家就哎 啥便宜 买的啥了 该不买的也就不买了 能在家里做饭的尽量也都不下饭店了 像估计过一阵子 大家没准就都在电脑了 外卖都不点了 一个外卖都失了好几块 现在就是年轻人啊 可能他不愿意做饭 我想以后的物价在这么涨的情况下 他挣了多少钱 他也点不起外卖了 通胀来了 我们自己 补好自己的钱袋子 能多少攒点就攒点 不过这个级别很小 我是现在是跟头瓦似的一年也涨下去 能够就行了 而且还是不舍得 呃 买吃的 不舍得买贵的 因为挣得少 好 老舍 co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